《天氣報告》 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林鶴賢 假期來到最後一天 今早的天氣都算不錯 不過比較大霧了 下午在維港看出去 霧基本上已經散了 還有一些藍天白雲 至於氣溫方面 今早由於吹著於東風的關係 各區氣溫很平均 幾乎22至24度左右 而今日的高溫 由於我們轉催南風的關係 都上得頗高 市區上到接近30度 而在石江和赤立角 更加上到31度 在這個轉風的情況之下 我們是下午有些驟雨 在雷達影像方面 下午不斷有些回波 由西南面掃來影響香港 所以我們下午在大嶼山 和在新界某些地區 錄到幾毫米的雨量紀錄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香港在這裏 今天影響香港的雲不算很多 今天比較暗的天氣 都是有羽毛的關係 比較多雲的地區 集中在內陸 我們預計明天的天氣 香港將會有所改變 記住最新的氣壓預報 在香港附近 明天早已有一道低壓槽形成了 這道低壓槽明天 都是徘徊在廣東沿岸地區 所以我們明天的天氣 會沒有那麼穩定 有機會有驟雨 以及有機會有雷暴 最新的雲同雨預報 記住星期二和星期三 香港附近雲量相當多 以及有機會有驟雨 這個情況希望到星期四 有所改善 至於詳細的天氣 會是這樣的 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 初時懸岸有霧 明天稍後時間 雨勢較為頻密 以及有幾陣雷暴 氣溫計乎24至28度 催俱會是和緩的偏南風 至於展望方面 見到星期三和打後的一兩天 天式會的膠是明朗一點 不過仍然是有驟雨的 似乎明天的天氣 會有所改變變差了一點 所以明天早上要上班上學的朋友 記住要帶一把傘 今晚天氣講到這裡 祝大家的愉快晚上 再見